一个是刚正波的检察官陆毅 一个是财大气俗的大当家郭金飞 二人本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陌生人 却为何能双双取得豹是姐妹花 细看二人历程分别是少年得志和大气晚成 是什么让二人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性格迥异的二人是否会受到豹家的区别对待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陆毅和郭金飞的那不为人知的家庭关系 陆毅是同心出身 少年得志 相比陆毅的一路星光 郭金飞是属于自己打拼大气晚成 陆毅从小就长得浓眉大眼 招人喜欢 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演艺这个行业 演过电视 拍过广告 在没有成年时就参演了700多场舞台剧 走红之后更是得到了很多导演的赏识 随后出演了很多作品 他的未来之路早就铺垫好了 只差一个经典角色 他就能一炮而红 但是相比于陆毅年少成名来说 郭金飞的人生经历就有点坎坷了 郭金飞从小学习就不好 最搞笑的是当年郭金飞被上海戏剧学员录取的成绩 是最后一名 虽说郭金飞的成绩不是很好 但郭金飞对表演却非常有天分 郭金飞和话剧相伴五年的时间里 磨练了自己在舞台上的演技 也积攒了很多的经验 这也为他后来的成名打下了基础 陆毅和郭金飞两人在事业可以说是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但是在感情上的两人都非常的专一 陆毅和鲍雷两人是同学 两人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谈起了恋爱 后来的陆毅在走红之后 依旧和鲍雷两人的感情稳定 尽管娱乐圈中存在很多的诱惑 但是陆毅十年如一日般的对鲍雷热爱不减 于是两人在经过十年的恋爱长跑后 就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虽说陆毅和鲍雷相恋更早 但郭金飞和鲍雷却更早结婚 而且郭金飞和鲍雷相识 还是陆毅给他们牵的红线 郭金飞当年还是大一的时候 就对鲍雷早有耳闻 而鲍雷在一场迎新晚会上 看到上台表演的郭金飞 对她也非常感兴趣 于是两人在恋爱一个月之后 就迅速结婚了 郭金飞和鲍雷当时的匆忙领政 可是把鲍妈妈陆毅和鲍雷都给瞒了 所以当年郭金飞和鲍雷闪婚 鲍妈妈是很不开心的 后来才对郭金飞释怀 郭金飞与鲍雷结婚时 她还在当话剧演员 因为话剧不挣钱 所以她只能带着一家人租住在姐夫路易的房子里 直到郭金飞事业不如正轨 生活才慢慢转好 他们两对结婚之后 关系都非常的好 路易和郭金飞迥异的性格也相处得非常好 郭金飞之所以和路易两人关系这么好 除了是连金之外 还因为郭金飞一家的钱 都是让路易的妻子鲍雷管理的 而郭金飞妻子鲍雷和姐姐关系好 郭金飞又对妻子的话言听计从 再加上鲍雷是一个比较会资金管理的人 因此郭金飞和妻子两人 都会将多余的钱交给姐姐打理 由此也看出了两家关系是真的不错 那么他们跟岳母的关系又如何呢 哪位女婿会更受丈母娘待见些 或许在很多人的眼里 会觉得路易更受丈母娘的喜爱 毕竟她成名较早 感觉也更沉稳帅气些 即使郭金飞这几年也开始走红 但名气广泛度还是路易会更大些 不过做妈妈的对两位女婿都挺好的 毕竟杜易是自己的亲女婿 记得当时有人采访郭金飞 问她和路易谁更受丈母娘的待见时 郭金飞笑谈道 以前是路易 现在是我了 因为现在我们夫妻和丈母娘生活在一起 这也就是渐渐熟悉后对女婿的了解吧 如今路易和郭金飞都是娱乐圈的大明星 而且都有自己的孩子 一家子可是过着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 两位女婿都是宠妻狂魔 而他们的两个女儿也是出了名的好妻子人设 更让人羡慕的是 这两对明星夫妻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常常看到他们一起相聚一起游玩 这也是观众和丈母娘都希望看到的吧 所以抱妈妈对两位女婿可都非常待见 两位女婿都那么优秀 抱妈妈心里也是非常开心啊 最后也祝愿俩家人幸福美满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